今天的主题是粉丝给我寄来的礼物 还有临时的开箱视频 在开天的开始我想先献一下伯伯 小天使给我寄来的礼物 我真的超开心的 第一次收到粉丝送来的礼物 超开心的 我们就去拆包吧 拆完了一个 我先拆个伯伯的快递 大家看一下 怎么突然黑了 好厉害的 还有两个蛋糕 超感动的 就是这两个伴手姿势 其实这个呢 我之前在微博上也有看到过 刷11的时候我就想下手 就想下手 因为当时 当时我不是还买了很多零食吗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没买 这个是什么 这是送的 草莓的巧克力 然后这两个呢 上面写的是 草莓夹心白巧克力 然后这个是 草莓夹心我茶巧克力 超好的 因为昨天他 因为我们有附加微信 然后因为之前私信的时候 我就觉得 就聊天的时候 他一定超好人的 然后我就主动 那个时候我就主动 想加他微信 然后他也说好 然后后面加了微信之后呢 我们聊得也挺好的 然后我就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就是说 两个不认识的陌生人 然后就可以为你送这种礼物 然后我就超开心的 然后 然后 这两个半熟巧克力 半熟芝士 应该是蛋糕吧 然后一个是 一个是什么 芝士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也是芝士的吗 这个是巧克力芝士的 是双的 等一下呢 等一下我就不会全部开 我可能只会开这一个 因为我吃不完 因为我录这个之前呢 中午半已经吃了 哎呀这个衣服怎么搞的 然后中午半已经吃了 然后我晚上的话 晚上 就是 吃不下 就这么简单 就是 因为胖子嘛 不可能 胃都是那一大 然后我就可能就会拆这一个 然后这个也拆一个 然后这两个呢 我就把它赶快放到冰箱里面 只能藏一下 因为我怕它会溶掉 好 这个箱子看完了 已经吸掉了 然后再给大家 这两个 这两个是我再玩过来的 我又回来了 因为这一期可能会录得比较混乱 因为我第一次搞录 我开包了嘛 然后 有一次我礼物 然后我就真的超激动的 然后我视频也感觉录得很混乱 但是没关系 然后我们接着继续录 然后 我刚刚说 我刚刚说可能不全都拆 但是我还是拆吧 拆点让大家看一下 明明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好厉莱的姿势蛋糕 半熊姿势 这个如果 如果了解 平常看美食视频 看的比较多 你们知道这两个东西了 大家不用想吃 我现在就拆给大家看看 我拆包的方法也不超是笨 不立体包的事情 因为我那个刀 现在不在家了 是不是看起来超好吃的样子 我今天一天都超开心 就是 感觉到别人给了那种 很温暖的东西 超开心的 这个是巧克力味的半熟姿 然后我刚刚看了 它自己写的是冬季限定 超开心的 再把它盖上 这个好像是一只巧克力 我刚刚拆包的时候 自己偷偷吃掉一颗 然后我翻译里面是一整个巧克力 现在是看起来 因为这个连红 现在还是终于 我盖上去 我盖上去 今天大家就原谅我一次 好吗 因为我今天就超幸福 超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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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连红的次了 大家原谅我 因为这年头真的都很少收到链 这应该也是巧克力,然后是抹茶味的 今天我这个衣服的文稿老是链子了 等一下我会猜给大家看看里面的 哎呀,这链链不错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凉月的蟹柳磅和鱼蛋 这个我还等下,就等下平衡到一起开 然后这个是妈咪面 强烈推荐这个面,这个面真的超好吃的 然后如果是有在广东省或者是南方这边可能会知道这个面 这个面它叫妈咪面 然后上学的时候小卖部经常会卖断 那天如果晚去的话可能买不到干脆面 然后这也是对我来说就是记忆的味道 然后这一次也是我是在那个网上天猫喜剑店的时候买的 是两包包油,然后一包里面有十袋 这样子,等下我会同一全打开 让我歇一下 我先试试一下这个吧 半勺子是哪一颗 好像有点软掉了,我要赶快等下把它放到空 这一期视频我决定了,我不会会计 因为边介绍然后边会计就觉得有点 这样子,把它弄开 好软耶,是不是有点画了 有点像那种雪糕 好,然后 好神奇的味道耶 可惜就是这边没有好力来 然后它就是中间会有点像雪糕那种 丢进去的那种感觉 形容的有点不平 但确实很好吃 很好吃耶 怎么样,我现在要不要放一个BGM 有点像 放个BGM吧 就还是不放BGM吧 因为我到时候怕声音太大或太小 先放在这里 桌子真的太窄了 下一个 巧克力味道的半熟芝士 也是一样的包装 我觉得口感应该是差不多的 可能就是味道有点不一样吧 啊,有点太融了 我就这样子吃吧 应该有点太融了 巧克力的也不出意外的 超级好吃耶 然后,这个巧克力可能不像大家想的那种 就是比较甜的巧克力 它是稍微有点苦味的巧克力 我觉得这种甜度刚刚好 因为现在甜品嘛 猪脑肉味做的很甜 让人吃很硬 这种就不会带一点苦味 很香 喝口水 喝口水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剪头发了 然后 我又说难道了 唉 无所谓了 你今天换了一个地方 换在场这边 因为我觉得这边的光效好像比桌子那边要好一些 接着介绍 这个 刚刚拆到的那带红色的草莓巧克力 我先拿拆掉 我预计这个视频会有30分钟 但是无所谓了 开心就好卖 它里面就是一颗草莓耶 真正的草莓 然后外面有点像那个 怎么办 我牙齿现在很早 外面就是好像松露巧克力的草莓粉吧 挺好吃的 这个 然后 我又说难道了 我去拿纸巾 我去拿一下纸巾 这个草莓挺好吃的 哦 我忘记跟大家说了 就是说 想跟我们讨论一下有什么好吃的话 就看一下这个右上角和那个二维码 扫一下那个微信群吧 也有QQ群 但是我微信在的比较多 而且这个二维码好像是超过7天就会失效的 就是如果你扫这个上面显示失效的话 你就先加一下QQ群 然后我在QQ群会发一下那个新打维码的 这个蟹牛肉也是超好吃的 因为我过年的时候买过一代码 然后它最近好像在就搞活动买二送一 然后我又趁着又回购了 因为我每次都想说把视频控制在那个五分钟以内 因为我觉得时间太长了 大家后面可能就关掉了 所以我们看起来有点乌啊 是吗 这个蟹牛肉很好吃 再见大家去拿 很好吃 因为它鱼的味道很重 但我知道这不是真正的鱼 就可能不去深究了 很好吃 很好吃 这个我觉得形状有点像那个鱼鱼蛋 就是我先吃了蟹牛 然后再吃了鱼丸 就感觉这个就烧烧的没有那个蟹牛那么好吃 蟹牛比鱼蛋好吃 但鱼蛋 你还可以吧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蟹牛 还好没买多只买了一包 嗯 正常视频 看到最后的一定是好的 它没拆这个 咖啡面面 这个简直是童年回忆啊 哦 这个跟以前做的不一样了耶 粉也是一包一包 这样的一条 以前我记得它是更大一包 然后是那种全黄色的 现在改版了 看 反正现在什么东西都变了 怎么开呢 好小一块耶 有点失望 因为你知道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是很大一块的 现在就比较失望 这个粉 粉以前也不是这种粉 就是也是比较大包的那种 可能现在真的是改了吧 我不知道是改了还是我买错了 我尝一下味道是不是一样了 就很小一块 巴掌那么小 几口吃完了 这个面呢和之前上学那段时间那个面差不多 就是它是 因为我也有吃过其他干脆面 然后这种干脆面呢 就相当于比其他那种小碗熊那种干脆面更硬一点 就是质地更硬 然后硬的东西就嚼起来就会更脆一些 我感觉是这样的 已经十分钟了耶 这个视频可能会有二十分钟 在看视频有生这个小伙伴吗 我最近有个好大的苦难 就是说啊 邻居 邻居这几个月都超级好的 就是他每天晚上十二点 就会和几个人在那里吃火锅啊 搞那种声音出来 但是呢 我十二点又要早早睡了 因为第二天要起来上班了 然后我都前前后后说了五次 然后后面都是说的 那天晚上然后就安静了 然后隔天还是那一刻 我真的对这种我真的没有任何的办法 然后我就去买了那个防噪因的耳塞 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每天也好办 然后有那种 有建议的可以发私信给我吧 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可建议的啊 就你说你要么搬走 要么就堵上耳朵 但是有时候我就 我就 我就 就很不理解这种人 就是 呃 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基本的礼貌吧 然后尊重他人 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 我就 真的没办法说 然后我录这个视频 可能又会有人弹幕说 阿魂族为什么要边吃边说话 那有什么为什么啊 因为我喜欢啊 那有些弹幕看着我真的很气 因为我弹幕只有几条嘛 所以我每次都会 每次都会看完 还有留言我 我任何我都会看完 有些看着真的气得我 火都来了 一看完 还有一看完 看完 我有一点 就是 对 打热面真的会很干 有些弹幕说我的 可能后面怼他那个人就是我 因为我这个人看什么视频呢 我就很喜欢 有些视频他总是喜欢找别人拿 就那些弹幕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态 但我看到的时候我一定会怼回去 因为说真的 我也不怕我形象什么的 你要是敢骂我 我一定会骂回去 就是这样的 如果喜欢我的话就